北韩却何为何停滞? 川普,强烈认为中共背后施压,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时间29日,在推特发文,认为是因为中共施压北韩才会让非核化停滞,并说如果美,日,韩重启联合军演规模将会比以往更大。 川普发出白宫声明,图协则川普推特,川普的贴文引用白宫声明,但发出时间竟抢在白宫官方之前,目前白宫官方管道尚未公布,川普在推特上以抢先公开的声明该则声明表示,川普强烈认为来自美,中之间的重大贸易争端北韩面临中方的施压。 虽然中方对北韩大量援助包括金钱、燃料、肥料等许多物资,但他认为这对处理北韩问题没有用。 文中提到,川普认为他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,目前没必要重启联合军演,但若他决定重启规模将更胜以往声明。 也强调川普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尽快解决贸易战分歧,还趁两人的关系仍然非常坚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